手术后的张女士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状态变好了 人也越来越漂亮了 她还有一个梦想 想做一次长途旅行 去海南 看看她父亲曾经为他们安置好的一个远方的家 作为病人 谁不希望找到天下最好的医生为自己看病 谁不希望找到最适合的医疗技术为自己治疗 现在国家卫生健康委 卫生健康技术推广服务平台 就来帮您寻找天下好医生好医术 您来到节目中详细诉说病情 我们通过电视节目和微信公众号 持续发布您的疾病信息 找到最擅长治疗您疾病的医生 医生新的治疗技术 将由国家卫生健康技术平台审核 我们也希望医生关注我们的节目和公众号 积极向国家平台申报您的医疗技术 找到您最擅长诊治的患者 为他们解除病痛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寻找好医生 我们一直在路上 今天的两位求助人 又将有着怎样的诉求和希望呢 阿姨您好 说说您的个人情况吧 我是雄安新屈人 1962年生人58岁 更年期 哎呦特厉害 睡不着觉出汗 着急 有时候急的我都上小河边去 阿姨您跟我们说说 您最难受的一次经历是什么状况 有一次我都想那个去早市买菜 穿上衣服这要走啊 又特不舒服出汗难受 我就拿着买菜的包到了早市那儿 也没买成菜 就走了走到河边那儿就哭 完了事以后呢 正碰到我们家结婚六丸 说你上这干什么呢 我说的 没事 他说没事你哭什么呀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 我说没事就是不舒服 你看这个脑袋都湿了 说这出汗出的啊 我说可不舒服了 他说的那个怎么着 那个用我帮你们 我说不用我是没事 他说一会儿就好了 说来说起我们俩一说话 还真好多了 他说走吧咱俩一块回家吧 就这样就回家了 阿姨您去医院看病了吗 吃了药吗 到医院以后 那个大夫给我开的这个药 可吃了呢 现在就是有好转了 现在还是没有达到 那个最彻底的那个治疗 我就喜欢唱歌 喜欢开车 有时候就老哥们老姐妹们 现在给我撤几个字本 谢谢您跟我们连线 谢谢 阿姨您好 告诉我们您的个人信息吧 我叫赵秀之 今年67岁 我在北京工作 现已退休 我身体出现了毛病 就是这个腿 腿关节不好 不关节炎 好几年了 阿姨 这个病给您生活带来不少困扰吧 我现在 比如说我做家 我做了 比如说我做饭吧 我都叫有人帮助 我就那个什么 叫别人把菜都洗好了 叫我老公把菜洗好了 洗好了 然后我进去这炒一下 有的时候都说 你赶紧学学 你做吧 我现在还干不了这个 我那个洗衣机洗衣服 我都投不了衣服 我投不了 比如说我那个上 我连上那个厕所 要是去外边上厕所就不行 在家里有蹲坑 你们的平台 给我找一下好的大夫 好的治疗方法 能把我的病彻底治好 我们这边已经把您的信息 输入到信息库当中了 祝您越来越健康 谢谢您跟我们连线 谢谢 谢谢 再见